好稍后我们还会持续关心了刚刚这起事件 不过先来看到台北市永吉路凌晨发生了一起家庭纠纷 这名简姓男子呢他是酒后找前妻发生口角 两人争执不下 让邻居呢不得安宁报警 疑似口角当中还伤了一位12岁的小男童 而这名男童是简姓儿子的 这个简姓男子的儿子哦 他是右手包扎送医急救 酒醉的简姓男子被远警从屋内拖出来 一路大喊大叫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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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实在有够如 另一头12岁的男童低着头不发抑郁 手不包扎自己走上救护车 到底发生什么事 男子声称没有伤害小孩 小朋友他自己撞到门 那我可怜 不是他去撞到门 我没有去动他 我们家没有暴力事件 我们自己在 我们夫妻在讲话 讲的是不投机 我们可以自己解决啊 可是他们硬要进来踩进去 跟我讲什么什么 报警 全部 讲什么 来两位大人去 原来是男子上门找前妻 深夜两人闹口角 不排除大人吵架 不小心误伤小孩 但是这么一闹 害得附近住户睡不安卵 整理新闻侯宇翔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好 中文字幕——YK